ok 今天是5月16号开始今天的时分分享 今天我这个仓位是现在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操作和变化 然后今天晚上比特币来了一波下跌 这一波下杂 白天时候成一度来了66000刀左右 现在来了一波下杂 但是还是在65000刀以上 ok 这边我这边也是没有任何的操作 需要说的就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一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是最近空头 那个节点空头会比较火的一个项目 最近出了一个新的 他出了新的规则 可能一些比较差性能的机器会被淘汰掉 就是说你继续运行的话 可能会拿不到空头 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 目前这个项目 走势来看是表现比较好的 而且算是那种 不热的大毛 就是说 可能 后面还会有一些机会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 可以去等一波回调之后再进行一些相关的操作 另外就是GME GME现在看到这个价格来到0.0073 对应的美股肯定是也是跌了 肯定也是跌了 也是跌了比较多 这个这样一个走势也是一个呃 一个尖这样一下来 嗯 可能可能就就是在GME这边 如果没有股这边起不来的话 可能呃虚拟货币这边也起不来 这个密币也起不来 呃 这个需要一些新的刺激才会跑出来 重新拉起来 呃 可以去等等看 这项目目前还不好说 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 嗯 好在我这边我自己也是买的不多 只有0.5个索达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等等再看 呃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晚上 呃 很多人 就是想去冲的一个项目 WSP这个 很多人去GG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呃 表现非常拉垮 这个是算非常拉垮的 应该很多人会被埋 嗯 今天的关于之前的项目就只有这些 然后需要说一下就是呃 大家最近有时间精力多去关注一下运行节点 可能 你在推特上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up主去 给了一些教程 我的我这边建议是呃 既然大家逃避都可能会有用VPN做代理 呃 你可以用你前置的机器 然后去运行一些节点 没有必要去买买服务器 呃 等你去赚到钱之后 呃 然后再去增加相应的投入 这样是比较好一点 呃 我觉得这样可以控制一下成本 而且把自己的风险降 尽量降到最低 相比于你没有就没有 如果有的话那是更好 有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 一步一步跑出来 ok 今天就找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才问了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可以用 behavioral 对 我可以用 说